6月23日One周五格斗夜22将带来一场万众瞩目的综合格斗重量级世界冠军统一战 重量级世界冠军阿简比布拉尔·阿珍·布勒尔将在伦皮尼竞技场内雨淋 时重量级世界冠军阿纳托利比马雷辛·阿纳托利·玛雷琴一决胜负 甚至将成为无可争议的重量级王中王 这场比赛是首次在伦皮尼竞技场上演的综合格斗重量级世界冠军之战 国际知名体育IPBB1冠军赛 努力让泰国本土观众能近距离看到最顶级的综合格斗赛事 2021年5月One一交成名中 布拉尔在第二回合以地面杂拳TKO了真理布兰·登比维拉·布拉登·贝拉 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印度裔的世界冠军 但此后他一直没有未免 他与马雷辛的约战也因为各种原因一再取消 相比两年多来一直没有比赛的布拉尔 马雷辛近年十分活跃 他在2022年2月One猛虎出山中第二回合KO欧洲帅 交冠军基里尔·比格里申科·Kirill Grishenko 拿到10万美元的双倍花红 以11战全胜的战绩成为临时重量级世界冠军 此后他又在One格斗业务中首回合终结轻重量级世界冠军荷兰 骑士雷尼尔·比德·比里德尔·瑞安娜尔·迪瑞德 夺得轻重量级金腰带 再次拿到了10万美金双倍花红 马雷辛以12战全胜记录 100%终结率和两条金腰带的 成就获得One冠军赛2022年度最佳综合格斗运动员奖 马雷辛相信自己迟早会统一重量级 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拳手 没有人可以阻挡我前进的步伐 我不认为布拉尔是一个世界冠军 他是靠运气拿到金腰带 我认为一个两年多不未免的人不配成为冠军 我无懈可击 没有人能击败我 无论是在业余比赛还是在职业比赛 我都不可阻挡 如今布拉尔终于回到赛场 想要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One重量级世界冠军 他并不惧怕风头震惊的马雷辛 相信自己是能够打破马雷辛不败神话的那个人